全台登革热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000人了 台南市疫情失控 坊间还传出了各式各样的偏方 也流行登革热的印尼 当地的居民做法是让患者喝红辛巴勒汁 再加上运动饮料以及休息一星期 号称这样就能痊愈 医生说还是应该尽速就医 病床四周挂起蚊帐 一床床病床成了小型隔离区 台南登革热疫情严重 就登革热患者原以为退烧后就已经痊愈 没想到变神出血性登革热 全台登革热确诊人数突破7000人 坊间传出登革热疫区相当严重的印尼 患者靠着喝红辛巴勒汁和运动饮料 就能够治疗登革热 一杯运动饮料一杯红辛巴勒汁 民众一口气喝下肚 但真的有用吗 红辛巴勒或是巴勒 它在这个它是一种比较算是 自然的一种缓解症状的一些食物 因为它很有丰富的维他命C跟铁质 对于发烧来讲效果也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们还是要必须要接受一些正规的这个治疗 由于登革热症状类似流行性感冒 虽然多喝运动饮料可以补充水分 但医师提醒肾脏功能不好的民众要小心摄取 它可以从没有症状到很严重的症状 甚至到后来比较更严重的所谓的出血性登革热 所以这时候的治疗就不是单纯的说去喝一些书跑 或者是吃一些所谓保健性的食品 可能必须要住院 除了要谨慎治疗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蚊子叮咬 就有民众把柚子皮晒干后 点火燃烧来驱赶蚊子 不过这样做有效吗 专家提醒要避免被蚊子叮咬 外出可以穿着浅色衣物 并且喷上含有敌臂成分的防蚊液 不要悟性偏方 以免病情加重